老舍是位著名现代作家 他两岁的时候,爸爸就被日本人杀掉了 所以他从此跟他的妈妈一起生活 直到他九岁的时候,他们俩才得到了帮助 让老舍上学 老舍就成了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他不仅文章写得好,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他有一次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 演讲一听就用中文文 我是应该用中文讲还是英文讲 他每等文文的回答就自己说 就用中文讲吧 反正我的中文英文水平都差不多 大家一听就笑起来了 老舍就这样知道大家听得懂中文 他就很开心 接着用中文讲 还有一次他在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饺子 他就说吃饺子的时候不能跟外国人一起吃 如果跟外国人就得说英文 说英文,饺子就少吃了很多 他也讲了这个故事 说有一位太太做了三个很大的饺子 他把两个饺子带出来给他的政府和客人吃 他的政府一看饺子有这么大 他就说天啊 太太就说不能天 一个人只有一个 他政府就生气了 说你啊 太太就回答 你不用管我 出房里还有一个 老舍也讲了这个小话说 有个人做了很大的饺子 放在地上 大家就拼命的吃 可是吃了很久都没到谢 突然有个人看到了一个石碑 上面线 里线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